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 苏凤云也太帅了吧 好有完全感哦 我觉得站长长得像我下一日男朋友 站长是我的 明天就去小凡站堵门 敢抢我男人 门都没用 近时穿站长已经明草有主了 被一位宇宙无敌超级可爱 美丽迷人的姐姐预定了 顺便温馨地提醒你 不要打扰各位闺门工作哦 近站 你看了我写的消防专题了吗 喂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近站长在吗 你是去来吧 他向进去了 相亲 你好 我是来给站长传话的 你好 我是来给站长传话的 他说他对谈恋爱不感兴趣 所以更不会结婚 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我是来给他 你 我出门的 你 我出门了 你 我出门了 你出门了 我出门了 你替他去相亲了 对啊 不 准确来说是 替他去拒绝他的相亲对象 我跟你说 他那个相亲对象可太气泡了 眼睛都不眨下就把人家 他没去相亲 而且还拒绝人家 不是 你 你听没听我说话 你笑什么呢 我还有事 帮你再说 什么人 近日落火场前 必须要检查 消防呼救器的状态 确保开关打开 只要你在火场里面三十秒 静止不动的话 这个呼救器 警报就会响起 提醒队友 你有危险 这个东西 绝对能救你们的命 它的重要性 就不需要我多说了 解散 是 不是跟你说过 采访之后不要再来了吗 采访还没有结束 我还有个事情要问你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 你紧张了 快来 那你还是个正常男人吗 金志川 要不要和我谈恋爱 不要 可以告诉我理由吗 不过我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放弃的 我会继续努力 直到追到你为止 再努力也没用 我根本不会考虑 感情的问题 以前不会 将来更加不会 刚才你说的话 我当作没听见 我给你 干嘛你们 训练去 是 是 我是 我 我 好